70年前伊丽莎白二世以公主身份登上肯雅这间树屋饭店 走下来时瞬间变成堂堂的英国女王 就是从这一刻开始英国皇室针对所有紧急状况都背好了应对计划 当然就包括女王驾崩 女王灵鹫目前暂时安放在爱丁堡 不过在19日国葬之前 仪灵过程和所有纪念仪式都已经规划完整公告示人 英国时间13号女王灵鹫将以飞机运往伦敦 14号则是在家人的陪伴下列队步行40分钟 从白金汉宫出发 沿着圣詹姆市公园经过首相官邸 最后抵达英国国会大厦西敏宫 在这里将开放民众瞻仰 瞻仰时间长达四天 而且天天24小时开放 因此皇室先公布了瞻仰规定和提醒 而19日国葬地点也出炉 位在伦敦市中心的西敏寺就在西敏宫旁边 这里已经贴上即将举办国葬的告示 也把女王照片摆了出来 教堂外开始搭建临时看台 还有媒体早早来到现场拍摄 拥有千年历史的西敏寺 不只是英国皇室举行重大仪式的教堂 对女王本人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除了婚礼办在西敏寺 伊丽莎白二世人生重要里程碑 几乎都和西敏寺脱不了关系 连女王长孙威廉也在西敏寺 世纪婚礼中情定凯特 这位主任牧师David Hoyle 很可能是国葬主持人 他也解释了为什么这次 不向女王爸爸乔治六世 选在温莎和全国人民告别 虽然国葬办在西敏寺 但女王最后安葬地点 还是会回到她个人最喜欢的官邸 温莎城堡 国葬结束后 林舅送到城堡里的 乔治六世纪念教堂 女王将在丈夫菲利浦旁边长眠 TBS新闻众号报导